不像早上一樣 閃躲迴避 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防疫記者會上正面迎擊 被爆料要轉戰高雄 選市長傳出8月27日 柯文哲在民眾黨黨部 召開秘密便當會 當著黨秘書長謝立功 媒體總監黃文才等人 以及名罪黃偉翰 邱明玉和羅有志的面正時 選高雄在他的考慮之中 甚至透露規劃要選的話 選前四個月前就請私下去選 還說他如果選上高雄 一定不選總統 名罪們當場質疑 如果柯文哲選高雄 台北市議員會全滅有想過嗎 話題都在柯文哲身上 台北市就不用選了 柯文哲還回應 這是搶回話語權 似乎利弊得失 已經經過了一番思考 話都是他在說的 聽在北高市議員額裡已經炸鍋 這當然不是真的 他真正的用途是用這樣子的風聲 來炒他自己的政治聲量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可悲 完全的無心事政 就是為了一黨一己之私 或者是說權力的禁足 而把這個城市這裡的市民 當作工具 當作踏腳石 墊腳石 韓國瑜前市長的陰見不遠 那我認為柯文哲現在這種嗆蝦式的作為 根本就只是半夜吹哨壯膽 像這種東西就是不用回應 我不要我不要進入你們的球場 去當柯維拉 大言不殘 自封柯維拉 柯文哲甩鍋給在野黨 沒有想為自己拋出的話題 受食善後 昨天的政壇焦點 大家都有看到周刊的爆料 說這個柯市長正在布局 之後他的政壇路 他約了好幾位名嘴一起去吃飯 要來測水溫 好這是民眾黨部呢 在8月27號的秘密參會 柯文哲裡面講到他有意思 要來南下參選高雄市長喔 而且還說要選的話 那這個選前四個月就要辭職下去了嘛 還說如果選上高雄 就一定不會選總統 好所以這個話題一拋出來 當然很多媒體朋友就是追著問啊 結果溫大哥柯P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以前有扁維拉馬維拉 現在他也變成柯維拉了 他說這是一種政治作戰 故意都要往他臉上貼這個無心事政的標籤 但明明這個議題是他們自己炒出來的 怎麼現在又怪人家認知作戰呢 請教溫大哥 這就是典型的柯市戰法 因為各位如果說有仔細看過柯文哲他住宿過的書啦 這本是最新的生死之間 他現在是把這個他的政治生命當成他好像畢生的置業 所以回顧他第一本書 柯文哲出現在政壇第一本書叫素人政治 這個出版社呢 之前也出過一本馬以路 好所以他會講說啊這個柯維拉馬維拉扁維拉等等 這個就是說他很會炒作議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所謂柯語錄 就是毛語錄嘛 毛語錄是全世界比聖經 甚至於比聖經還暢銷了 但是有人說中文版的當然是暢銷第一名 柯語錄在台灣也是洛陽子貴 畢竟柯文哲他真的是很會製造議題 所以剛剛提到說這個周刊提到他們跟名嘴吃飯 你看報紙馬上就會出現這麼多 是是 那這版面我覺得啊 用台灣話來講啊 還有這臉消威啦 因為不可能的事嘛 你憑什麼去高雄選 你把高雄看得太那個了吧 你如果說韓國瑜下去他能夠贏 問題你 你要知道韓國瑜之前是先下放到高雄 去當四黨部主委 吳杜毅當時把他push 有在那邊熱身 有在那邊穿梭 甚至於得到王金平 在地各路的大佬給他奧援嘛 你柯文哲你空降下去 你弄什麼事啊 不可能嘛 太看扁高雄人的判斷 但高雄的暴動力很強 為什麼呢 各位看從吳杜毅被謝長寧打垮 那當時謝長寧是因為1996年總統選輸 他自我下去高雄開疆辟 然後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陳菊 陳菊是以一個宜蘭 他也到高雄去 但是他之前在高雄當過國代 選過國大代表 也當過社會局長 所以他有他的資歷嘛 那你柯呢 根本沒有嘛 可能是因為他吸收到了 韓國瑜過去的文宣大將 這位姓黃的 當然北部 他也找了一個王彥均 過去李登輝辦公室主任 進入事務當顧問 姓黃的是到民眾黨來當 他的這個媒體操作議題 所以才會請名嘴吃飯 柯文哲是很節省的 他剛剛一直在講說 這個吃飯飯局 柯畢根家的飯局 我就修一張 這個跟誰吃飯 跟柯建民 柯建民 你看他難得柯文哲 難得講得那麼很高興 你會曉得說 其實飯局對柯文哲來講 你如果跟他吃飯 真的會餓死 因為他那個人六分鐘 全部吃飽 可能就鳥獸散 他現在其實我是覺得 他如果說回歸本業 你剛開始踏入政壇那個時候 還蠻清新 你的這個算是盟友吧 小英當時禮讓你 或新竹市長林志堅也互相扶持 民進黨對你是善意很夠 你沒有必要把民進黨當敵人 民進黨沒有必要跟你把你當成敵人 民進黨是希望你納入綠營 你也自稱是墨綠過 沒想到現在越怕越 不是款而且民眾黨講實在話 民眾黨你現在的佈局 包括高宏安想要去新竹市選 我拜託不要太過分 你高分算了幾啊 你到新竹市你空降 你對新竹市有什麼了解 你只是郭台銘的一早期嘛 對不對 你對新竹市你要了解 你不能說我就是民眾黨 然後黨主席或者郭台銘就下來 我就下來選 一個政黨衰敗這本書 我建議民眾黨趕快買來看 你們已經敗相已落嘛 明年就會被消滅掉 因為沒有原則沒有立場 只講究權勢 這種政黨台灣成不自然 民眾黨現在很希望在2022年 可以開疆壁土 可以所以這個柯市長他前幾天 找來明澤一起來吃飯 有意思就是要透露說 我想要去選高雄 拋出這個議題 看看民眾的反應怎麼樣 趕快先來請教我們高雄的委員 這樣子柯市長是想說 他想要複製韓國瑜的模式嗎 怎麼看 會很慘 會很慘 如果報導為真 說他有想要去高雄市選市長 我想這個部分 不管是他聊天 還是他這個無厘頭的說法 就代表潛意識 他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我是天下無敵 我自大狂妄到任何台灣一個縣市 我都可以征服 因為潛意識好像是透露這種 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形態做背景的話 他不會口無遮難 他不會無厘頭說出這句話 而且他選擇最難打的區域高雄市 所以我覺得以他整體過去的自己成績 天下雜事六度的平米 他是最後一米的 三點五顆星 你如果是今天五顆星 你今天已經六顆星 你用很好的政績 你想要在南下高雄 也許你還有一點點勝算 但是不是 你過去將近兩屆 你為台北市做了什麼事情 你對台北市有什麼貢獻 我覺得大家很多台北市認為不是這個柯文哲之治 是柯文哲之亂 所以大家對他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從剛開始一個清新的醫生從政 然後好像會帶來一個新的願景 新的一個一個政治的文化 但是不是 他好像敗壞了政治文化 從政治能力 從政治願景 從他政治的這個治理 我覺得在所有政治工作者裡面 他大概頂多算三軍 很多人都比他有更好的治理能力 有更好的這個政治願景 有更多的使命感 有更多的這個這個報復 但是我覺得他只重視他的聲量 不管他聲量是好是壞 他總是透過一些我裡頭的話 然後這個沒有意義的 沒有經過大腦思考的一些話語 然後引起大家的注意 引起大家討論 他的聲量最高 但是這些都是虛的 他不是一個務實主義者 他是一個務虛主義者 如果你真的想轉移陣地 到其他縣市去選 我覺得到每一個縣市他都慘敗 可能有希望的 可能如果高宏安不選 他回他的故鄉新竹市選 他也許還有一點點勝算 但是不要污辱了這個高雄人 也不要污染高雄 那我覺得以你一個首都一個市長 讓你給人給你那麼多資源 其實你做的最爛 你財政各方面那個財政最好 環境最佳 幕僚最多資源最多 你做的如此之爛 那誰能夠期待你到其他縣市 把他做好 所以他想要去高雄市選 我想跨黨派都沒有人歡迎 全高雄市接近三百萬市民 我想會歡迎他的大概這個有沒有個位數 那我總是覺得做一個真正工作者 你絕對不能違背對選民的承諾 這基本的價值 你選民投票給你 是要做滿四年 應見未遠 我們韓國瑜韓市長 他就是未滿 當選高雄市市長 最後要貪圖要選總統 結果馬上就被罷免 超高票數超高比例罷免 他就是另外一個韓國瑜 如果他想膽敢 如果他真的有勇氣 我覺得來 真的來 我們高雄市民好好的等你 伺候你 對 不要只是說說而已這樣子 那你如果只是說說而已 那當中玩笑話 我們就不要討論 那你如果真的把它規劃 但是我覺得實際上不可行 為什麼 地方自治法79條規定 你如果這個所長 你把你的戶籍牽出去 戶籍所在地 你就喪失資格 對 你就喪失你市長的職位 所以他如果你的選錢 他要去高雄市登記 你一定要涉及滿四個月 對不對 好 他的市長就會被解職 全民眾黨所有的這個季黨 所有的黨都在 所有的資源都在台北市政府 不是嗎 那你的所有的資源庫 資料庫或者所有的資源 都在台北市政府 你被拔掉之後 你民眾黨算什麼 你民眾黨一無所有 那我也相信說 以他的治理成果 以及他的相關的話語 大家都不滿意 大家都很失望 這種情況之下 民眾黨會不會變成一個 叛募黨 有可能 所以他也許說 用另外一種思維 他用這個 欲駕清真的方式 來帶動 這個其他縣市的 這個市議員的選舉 這也不無可能 但也許他明知 可能我這個 會輸掉 在高雄我選不上 但是他也許 欲駕清真 他可能就創造了話題 會帶動其他市議員 選舉的成果 這個也說不一定 但是他是一個 不按牌也出牌的人 但是再怎麼不按牌也出來 也不要出爛牌 那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特別是你一個 有影響力的首度的市長 一定要經過大腦 不能這個信口開河 也不能無厘頭 這個政治不是一個舞台 不是一個表演舞台 真是一個 是為人民服務 為國家做事的舞台 好好珍惜這個舞台吧 好 剛才我們高雄的委員 邱委員說要柯P 不要來污染高雄 好 週刊爆出說柯市長 可能想選高雄市長 這件事 來看一下民眾黨 發言人他們怎麼講 他說柯市長是不可能 也不會放棄台北市政的 因為週刊有寫到一段說 柯文哲若要選高雄 可能提前四個月 就要來請辭了 今天北市府的副發言人 也出來講 這只是談話過程當中的 玩笑話 說算笑的而已 柯市長一定會跟台北市民 站在一起 不過網友們很厲害 其實翻出2013年 當初大家在猜說 柯P是不是要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第一時間 也是說玩笑話 結果他現在已經當了第二任了 到底這次柯P什麼樣的戰術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要同樣來請教 一樣是高雄在地的 黃紹廷議員 來幫我們分享 我是苦林為你推薦民事新聞